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 破坏跑道 其实是各个国家应该最先做的一件事 因为毁灭跑道对于很多战机而言 就是直接切断了它的退路 让它无法完成起降 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战争的胜利 而关于短锤战机的研制 其实也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 从二战时机开始 就有很多国家对其进行研制 但是它没有完成实验的时候 就被其他国家受缴成为战利品 没有能够完成上天的实验 而在后面的发展当中 也只有英美俄三个国家制造出了短锤战机 但是却一直没有推入国家部队服役 关于短锤战机的制造最主要的一个难点 在于它的控制系统 因为平常战机起飞和降落的模式 之所以需要借助跑道 就是在于没有办法直接提供给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历史缓冲力量 这样就导致了需要借助跑道来完成起飞 在英美俄三个国家也通过改变了飞机的系统和控制作用 来完成了垂直升降的研制 但是没有进入部队使用的原因 在于这样的动力系统 就导致它的载油和载弹实力的下降 在作战过程当中 是非常不利于自己国家的 相对减少的载弹量 会减少这架战机的作战面积 在各个国家都拥有强大作用力的战机基础上 如果他们国家都是采用这种战机的话 将会很快处于劣势 尽管半个世纪已经过去 但是能够研制短锤战机的国家 也依然寥寥无几 而有消息称 我国关于短锤战机的进展有所进步 也让很多国家对我国有产生了新一轮的敌意 毕竟我们国家强大 对别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至于要多久我们才能建造出短锤战机 还是要等之后的一些报道才能够全面了解到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